一部气势磅礴的《开国英雄传》 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让人如痴如醉 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令人回味一生 一生必读的中国十大名著《隋唐演义》 朗读多妈 第36集 姚金戏战小罗臣 秦王得了御池宫心中大喜 这日又对许茂公道 孤家心中所悦无将 乃青黄赤黑白之物色也 如今穿红的有了陈姚金 穿黄的有了秦书宝 穿黑的有了御池宫 还少穿白揣青二人 那穿白的孤想着罗臣 穿青的想着善雄信 若此二人可归降于堂 岂不妙哉 御池宫道 主公 若是要罗臣归降 倒无不可 独有那善雄信 主公你休想去降他 秦王听说盲问道 这是为何 御池宫道 他与主公有仇 昔日高主在扎树冈 刺杀他的兄长善雄中 故而他死不投降的 那洛阳王 王世冲 招善雄信为媚婿 分为驸马 罗臣被分为乙子并监王 此二人聚在洛阳 主公既想念二人 何不发兵 攻取洛阳 主公 善雄信 虽不能得 罗臣 决然可以制服的 倘若打破洛阳 得其土地 岂不两全其美 秦王一听大喜 立即吩咐骑兵 赶往洛阳 不一日 兵道洛阳 秦王下令 安宁眨宅 炮身响出 早已惊动了善雄信 他此时正在寻尘 闻听秦王兵道 大吃一惊 忙吩咐士兵 准备雷幕 炮石等雷 天兵把守 又入营来见王世冲 王世冲问道 爱卿有何事禀报 善雄信道 唐家领兵 恭我洛阳 陷于城外十里安营 此来犯戒 不可轻视 请主公申殿 共以祭策为上 王世冲准奏 立即鸣鼓 击中 身座银燃殿 聚集文武百官 朝贺已毕 王世冲问道 各位爱卿 如今兵临城下 行事危急 唐彤那斯兵马不善 敢问仲卿 有何良策 只听军师铁罐道人道 陈夜观星相 见陈兴 聚于洛阳 眼下定有一番征战 善雄信道 我邦虽兵兵精良族 又有罗臣在此 可以御敌 然还需再借一致人马 一方万一 王世冲道 一切都要驸马筹谋 代孤主装柴侍 善雄信道 这是臣所当然 必须仔细斟酌 诸公可同心协力 共退敌兵 王世冲闻言心内圣安 四日秦王身杖 遣玉池公出战 玉池公得令 提枪上马 直抵洛阳丞相 高声叫道 陈上的人听着 快去鲍鱼王世冲知道 时有本事的将官 出来会安 守臣军士 慌忙鲍鱼王世冲 王世冲环顾重将 问道 哪位爱卿前去退敌 善雄信当即出列道 带陈出马 以官兵士如何 王世冲大喜 寄刺善雄信 玉酒三杯 善雄信领酒谢恩 提了金顶早阳朔 话啰啰 一匹马 直奔振前 抬头一看 这间对面的将官 一张黑脸 两道浓眉 坐下一匹乌鸦马 好像烟熏得太岁 十分难看 善雄信叫道 丑鬼 通明 玉池公 抬眼一看 只见来人 轻面红须 就像是阎王面前的小鬼 玉池公哈哈大笑道 我是丑的 你的尊容也好看 不到哪儿去呀 善雄信听了这一话 反而不好意思 举起金顶早阳朔 披面打向玉池公 玉池公将毛一架 叫声 按玉池公的长矛 不挑无名之将 快快通商兵来 善雄信 被玉池公的长矛 架了一架 再马上就晃了两晃 他知道 玉池公的厉害 也不通明 回马就走 善雄信回到营中 请罗尘出来应战 罗尘提枪上马 来到阵前 对玉池公道 哪来的黑鬼 玉池公大怒道 爷爷 就是日强三观的玉池公 说完将手中长矛一摆 刷的就是一枪 罗尘用枪一格刷刷 三四枪连刺过来 玉池公手忙脚乱 叫声 不好 都转马就走 三雄信在城上看见 喜不自禁 亲自带兵出来迎接罗尘 玉池公被罗尘杀得气喘吁吁 败回营中 见了秦王 连叫 厉害厉害 陈晓金在一旁取笑道 想是你得胜回营了吧 请主公再跟牢布上记上一笔 玉池公道 陈将军莫要取笑 今日出阵的将官叫罗尘 我是占他不过的 带陈将军明日出去 自然得胜回营的 陈晓金道 不是我夸口 明日我若出阵 不但取胜 还要说服他来投降呢 秦王大喜道 既然如此 陈王兄明日可出阵去 还要降服他顺从才好 玉池公想道 带我明日出去掠阵 他若打不过罗尘 我就趁机说他几句 以消今日讥笑之仇 四日秦王身杖 前陈耀金出阵迎战 玉池公走道 主公 末将今日情愿去军前撩阵 秦王准咒 二人策马直奔阵前 善雄姓文之又请罗尘出阵 陈耀金来到罗尘跟前 先丢了一个眼色 又把嘴弩了两弩 然后说道 罗尘 你昨日为何欺负我们的魏池公 罗尘见了陈耀金 本不好意思打斗 现又见他做出这么多鬼脸 不知何意 便问 耀金兄 你捣什么鬼 陈耀金一马上前轻轻说道 罗兄弟 你今日找我一遭微粉 我感激不尽 罗尘笑了一笑 点头会议 陈耀金举服就看 罗尘假意回首 二人大赞二十回合 罗尘虚黄一枪 回马就走 陈耀金大呼小叫 随后赶到 追到城外 陈耀金见罗尘进城去了 方才回转来 魏池公不知陈耀金捣鬼 见他今日交战这样微粉 只把舌头伸了出来 说不回去了 陈耀金道 我好好叫他投降 他不肯 今日却便宜了他 魏池公道 那日在山寨上 将军的本领也只平常 几日过去当刮目相看了 当下二人回来 禀过秦王 说明战败罗尘之事 秦王大喜 徐茂公心中明白 对陈耀金道 今日果然有功 明日可再去 说服罗尘归顺 如不能说服他前来 军阀除之 陈耀金本来还十分高兴 听了正话 顿时一喷凉水 从头嚼到嚼 十分扫兴 嘴里嘀咕道 这臭道士又给我出难题了 我是耍给黑探团看的 谁知这臭道士 竟弄假成真起来 无奈之下 陈耀金只得领命 罗尘回到营中 先去见单雄信 单雄信应在城上 看见罗尘 和陈耀金眉来眼去 说了半天话 现在又见罗尘 败回城中 心里十分疑惑 便道 罗兄弟 刚才我在城上 见你同陈耀金交头接耳 莫非你有意去投堂吗 罗尘道 善儿哥 你讲哪里的话 今日陈耀金鬼头鬼脸的 小弟只知道他有意 归降洛阳 故此假败一阵 善雄信道 原来如此 是我善雄信多心了 罗兄弟 明日出战 必要申请陈耀金进来 才显得你真心为了洛阳 说完善雄信 便别了罗尘 回到府中 第二天 陈耀金又出阵讨战 罗尘提枪上马 来到阵前 见陈耀金 又做起鬼脸来 罗尘又好气又好笑 只听陈耀金轻轻说道 罗兄弟 我有话对你说 咱们到一个没地儿的地方去 罗尘道 既然这样 你假装逃跑 我随后追赶 二人假意站了几个回合 陈耀金回马就走 罗尘随后赶到 到了一处空地 陈耀金道 罗兄弟 你勤穷表哥 正怕你回去呢 善雄信和你表哥 孰轻孰重 你要仔细点亮点亮 今日若同我归胜唐银 前途无料 罗尘道 我何尝不想和表哥团聚 只是善二哥对我有恩 我岂能辜负他 陈耀金道 你这个不用担心了吧 以后若跟他交战 你不打他就是了 罗尘道 既然这样 我明日就来归唐 二人商量完毕 假意打斗一阵 各自回营 当夜 罗尘偷偷将一家老小送出城外 四日一早 罗尘谎冲要送家母回燕山 别了善雄信 直奔唐银去了 善雄信在城上看见 气得咬牙切齿 跌足顿角 罗尘来到了唐银 请往大西 当即分罗尘为大将军 下令白燕庆贺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多妈开奖 也可以添加微信 5642458 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哦